今天来参访奇迹药王 给我的感觉是说他们朝向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企业去发展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第一就是一种品牌 你要建立一个因为建筑找市场上非常的混乱 良由不齐的 所以你要怎样去建立一个给人们有一个信心的品牌 这个也是很重要 当然在品牌之外一定要有一个品质的保证 你建立一个品牌不是单单打一个口号网了 你要有品质的保证 今天我看到它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是说它跟我提到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说去烂杀动物 它是从一个用动手术的方式去取找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那个提到可以从中国方面合作 来做这个萃取 通过这个萃取的技术呢 我们能够真正的把它的精华萃取出来 我相信这个疗效呢 会比一般的没有经过萃取的疗效会更好的 所以我们听到一个感�ład查听